3月18日星期六,聖德蘭學校小學部全體六百多名師生都齊集學校操場,是校長劉少華簡短的致詞 同學生代表宣誓後,開始了學期的康體競技日 我會成為尊重、詮、遵守外則,以公平、包容、平等的精神參加本秀 舞龍 花式跳繩 花式籃球 多元舞蹈 這只是比賽前的熱身表演已經吸引著同學的目光和帶動著現場最弱的氣氛 適逢學校65週年校慶,今年的康體競技日主題是 65載添生氣,強健體拍齊競技 我們給一個機會,給一個平台,一些在體育運動做得好的同學去建立信心 他可以有機會在很多同學面前去展示自己的實力 雖然有些同學,他的能力未必一定那麼強,但他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去參與服務 去為同學打氣,我們希望可以建立一個 在班上可以一個團結協助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希望和我學會 我們如何面對失敗,輸了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挑戰自己,讓自己有進步 成德蘭學校的校園操場雖然不大 舉辦的項目是以醒淚、接力、拋豆袋等 適合小範圍活動和經濟為主 而且要分開在地面和天台操場舉行 但參加比賽的同學 似乎一點都沒有媽夫,全力以赴 互相協助,享受過程 尊重體育精神,將輸贏置於道外 為校園平添不少生氣 即使幼稚園小朋友要在3月25日星期六才可參與 但小朋友和家長們仍然冒著陰雨天氣 全程投入在學校為他們準備的親子康體同樂日 大手牽小手 遠途有你 舉足輕重 真子過三關 跳出未來 尋找生活的色彩 延續65週年效慶的生氣 和展現小朋友和家長的活力 尊重體育成功 三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 三個人 五個人 五個人 五個人